您好,今天我将跟您解释你的抗癌治疗过程和副作用 我也会跟您解释如何应对药物的副作用 这是我们今天将讲述的简介内容 化疗使用抗癌药物来消灭快速生长的癌细胞 除了消灭癌细胞,化疗也可以减缓癌细胞增长与扩散的速度 以及帮助缓解癌症所引起的不适症状 化疗可以独自进行,也可以和其他抗癌疗程 例如荷尔蒙疗法、免疫疗法与标靶治疗同时进行 您的医生会根据癌症类型、病患相关因素等与您讨论治理的选择 因为这是您第一次接触这药物 万一发生过敏反应,例如 脸肿、皮疹、呼吸困难、胸口痛或感觉不适 或化疗注射部位疼痛、红肿或不适 请立即通知护士 这能够确保护士能及时帮助您减缓这些不适的症状 万一症状在离开医院后才发生 请在办公室间通知诊所或到紧急部门就医 化疗可能会影响体内的健康细胞 导致副作用 某些部位的健康细胞,例如骨髓和消化系统 可能对化疗药物特别敏感 因此,化疗时常见的副作用包括 增加感染病菌的风险 恶心或呕吐 吊法 眉胃口 掌口疮 味觉改变 手脚麻痹 腹泻 便秘 和阴眩或疲劳 这些副作用的严重性通常会因人而异 不代表全部所提到的副作用都会发生 这也会因不同的化疗药和药物的分量而有些差异 多数的副作用将在化疗结束后慢慢的减缓 我们将会和您讨论一些较常见的副作用和处理方式 化疗可能导致血球指数暂时减少 例如红血球 白血球和血小板 因此 通常在治疗前会进行血液检查 来确保血球指数处于能接受治疗的水平 接下来 让我们来讲解这些血球在我们体内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以及血球指数偏低时身体可能发生的症状 白血球能够抵抗细菌感染 从而保护人体 若白血球数量较低 您可能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 白血球通常在化疗后的7至14天会最低 过后白血球的数量将逐渐增长 并在下次化疗前恢复正常 血小板能够在受伤后帮助正常凝血 若血小板数量较低 您可能更容易遇清或流血 红血球的作用是将氧气输送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和组织 若红血球数量较低 您可能感到气喘 阴瘴或疲劳 为了预防细菌感染 请记得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例如 每日洗澡 每次如厕后或处理食物前 洗手和保持口腔清洁 除此之外 在化疗期间 最好避免去人多的场所和远离生病的人 用餐时 请记得用公块 这样可以避免细菌传播 在出门时也鼓励戴上口罩 减低受感染的几率 请记得使用熟透食物 避免生食和半熟的食物 例如半生熟鸡蛋和半生熟的肉 因为它们可能含有细菌 此外 也应该使用新鲜食物 最好在烹饪后一小时内食用 因为食物放在外边太久 可能会滋生细菌 避免食用隔夜或发霉的食物 如果没办法避免吃隔夜的食物 请确保食物储藏在冰箱内 隔天食用前彻底重新加热 在食用水果和蔬菜前 请记得去皮 就算是过滤的水 请确保饮用先煮过 请避免饮用碱性水 因为它可能影响药物的吸收 发烧可能是受到感染的迹象 如感觉不舒服 应测量体温 如果体温为38度或以上 以及感觉不舒服时 和或拥有感染的迹象 例如发冷、发抖、感冒、喉咙痛等 应立即到紧急部门就医 发烧时请不要自行服用 paracetamol或panadol、panadol 因为这会降低体温 并隐藏感染的症状 但是,如果您有疼痛或肌肉酸痛 您还是可以服用paracetamol或panadol 来减缓酸痛 可是请记得不要在发烧的时候服用 如果你感到不舒服 就算你没有发烧 但有以上所描述的感染迹象 请在办公室间通知诊所 或到紧急部门就医 化疗可能导致血小板数量较低 以下的建议可以帮助预防出血 例如,尽量避免擦伤、割伤或烫伤自己 请小心避免撞到东西或绊脑 轻轻地戳鼻以清洁笔腔 不要挖鼻孔 由于牙龈也较容易出血 使用柔软的牙刷轻轻刷牙 若不小心弄伤自己 伤口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止血 如果出现任何严重或持续出血的迹象 例如,尿液或粪便出现大量鲜血 或黑色粘稠的粪便 或显着或多处于清 请立即前往 紧急部门纠正 化疗也可能导致红血球数量较低 导致疲劳 疲劳时会感到疲惫或没有经历 这是化疗期间病人最常有的症状 每个疲劳的次数和疲劳的长短会有所不同 疲劳的症状包括 感觉虚弱或疲惫 这可能是身心、心灵上或精神上的疲惫 你的身体,尤其手脚可能会觉得沉重 你可能会没有欲望做日常生活的活动 例如吃东西或购物 你可能会觉得无法集中注意力和思考 应对疲劳的方式包括 减少不需要的日常生活 例如让家人和朋友帮你做家务或采购 最重要的是记得多休息 轻微的运动 例如散步也是重要的 运动能给你更多的精力和帮助您的肌肉运作 如果你觉得身体可以承受 也可以自己增加运动量 如果您感到疲倦 避免驾驶或操作机器 若有失眠的症状 请通知您的医生 疲劳的症状会在化疗后得到缓解 可是有时候需要三到四个月 甚至化疗后的一年才恢复正常 一般在化疗后的五到七天 可能会产生口腔问题 例如口腔与喉咙发炎 口疮或口疮感染 使得口腔和舌头长白斑 因此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是很重要的 您也可以养成以下的好习惯 包括每天起身后 睡前和用餐后 应使用柔软牙刷轻轻刷牙 如果有假牙 应洗刷假牙 再将假牙浸泡入溶液中 您也可以经常使用 不含酒精的漱口剂 或盐水漱口 如果您的医生有开给你漱口剂 请照指示来使用 避免口疮 在化疗开始之前 您可以先咨询牙医 如果在化疗期间需要看牙医 请让您的牙医知道您目前正在接受化疗 口腔发炎或口疮会让吃喝时感到不舒服 您可以到药房买口腔溃疡膏来帮忙疏解口疮 此外您也记得使用唇膏 来防止嘴唇干裂 您也可以考虑吃汤类或有酱汁的食物来讨吃口腔湿润 也让吞咽更容易 化疗也可能影响您的味觉 您会觉得食物更咸 苦或含有金属味 这味觉改变将在化疗结束后恢复正常 在化疗期间尽量避免吸烟和过量饮酒 如有胃不适或长口疮 尽量减少吃高温及辛辣的食物 有些化疗药可能让您觉得恶心或想吐 不是所有的药会造成呕吐 有些病患甚至不会呕吐 有效的治疗方法可以帮助预防和控制呕吐的症状 如果您的化疗会造成恶心或呕吐的话 您的医生会在化疗前给你止呕吐药 有些人在回家后也必须要吃止呕吐药 您要记得依照医生的指示服用药物 就算没有觉得恶心 您也必须把药吃完 这是因为预防胜利治疗 如果您因恶心而觉得没有胃口 可以试着少量多餐 或避免油腻和重口味的食物 除了药物以下其他方法可以避免恶心或呕吐 比如为了避免胃胀 在餐前后一小时饮用液体 不要随常饮用 这可以减低呕吐的几率 您也可以全天慢慢地喝少量的液体 您也可以使用带酸味或无糖的糖果 姜饼或饮用姜茶来缓解恶心的感觉 您也可以采用注意力分散疗法 例如阅读、听音乐或看电视等 如果感到恶心 进仓后最好不要立即平坦 等大概30分钟后才躺下 若服用了止吐药物后 仍然大量呕吐 导致食量和饮水摄入量大大减少 请立即到紧急部门就诊 吊发症状可能从化疗后的10到21天开始出现 吊发症状并不全限于头皮 身体其他部位的毛发 如眉毛、易毛或隐私部位的毛发 也可能掉落 有些药物不会导致脱发 但可以使头发变薄 您可能会注意到您的头发变得更加干燥和脆弱 照顾您的头发状况可以减少脱发的机会 吊发症状是暂时性的 当化疗停止后 毛发将重新生长出来 重新长出的毛发 可能有着不同的颜色或质地 在化疗期间请避免烫发或软发 当掉发发生时 请避免用高温吹干头发或太过用力梳头发 您也可以选择使用性质温和的洗发水 洗发后轻轻地拍干头发 不要用力揉擦 有些病患也选择在化疗开始前剪短头发 您也可以预先准备假发 丝巾或帽子来保护头皮 这样会避免在户外时太阳晒伤头皮 有些化疗药、止痛药和止痛药都可能引起便秘 如果您有便秘问题的话 尝试吃多一些高纤维食物 例如离子和绿叶蔬菜和多喝水 除非医生限制您的水分或纤维摄取料 多做些轻微运动 例如散步可以保持身体活跃 并且帮助减少便秘 某些化疗药物可能影响肠内的细胞 引起腹泻或吸变 如果您有腹泻或排出大量的吸变 请记得喝多水 一天喝至少两公升的水分 来补充腹泻时所流失的水分 在腹泻期间 避免使用让腹泻恶化的食物 例如牛奶和乳制品 高纤维食物 您可以在腹泻缓解后 继续食用这些食物 某些化疗药物可能影响手脚神经 这可能导致刺痛、麻痹或虚弱症状 请多加注意并尽量避免让自己手脚受伤 您也可以使用手套和袜子来保持手脚温暖 也可以帮助增加血液循环 若手脚麻痹影响您的日常生活 例如无法扣扭扣或捡起物品 请您通知医生 如果麻痹严重 医生可能会更换化疗药或减轻药物的分量 这些症状通常在化疗完成后会逐渐好转 但有些人的症状可能是永久性的 某些化疗药物例如capacitabine或5-fluorouracil 可能导致手足综合症 您的手掌和脚板可能会脱皮 变得干燥、痒、发红、疼痛或肿脏 这些症状通常在化疗完成过后会慢慢减缓 为了避免雨、硬腹手足综合症 请经常涂抹润肤膏 出外食尽量避免阳光直色 您可以穿长袖衣 使用雨伞和涂抹防晒霜 除此之外避免穿紧绷的鞋子 如果出现水泡或感到严重的疼痛 请通知您的医生 接下来我将与您分享一些日常生活小贴士 首先请避免服用草药、中药、印尼加木草药或保健品 因为这些可能会和化疗药物相冲 如果您有意尝试任何保健品 请在购买前咨询你的医生或药剂师 请您也避免使用含活性菌的食品 例如酸奶、优肝、益生菌或养乐多、压口等 在免疫力较低的时候服用这类食物 将增加受感染的几率 保持均衡饮食习惯以及摄取足够的营养 是非常重要的 这能帮助保持体重和精力 提高治疗耐臭性 增加免疫力和减低受感染风险 您也多吃高蛋白质的食物 例如肉、鱼、鸡蛋、豆腐等 避免以清汤来代替正餐 因为清汤的营养量含量较低 请您也记得摄取足够的水分 米间至少饮用2公升 除非医生要求限制饮水的分量 这能帮助减低便秘的几率和预防脱水现象 若您正在服用其他慢性疾病的药物 请继续服用它们 除非医生或药剂师通知您停止 若您需要看其他医生或牙医师 请通知他们您正在接受化疗 如果您需要任何的牙医治疗 请先与您的癌症医生讨论 同样,当您去看牙医时 请告知您的牙医您正目前在接受化疗 通过轻微运动保持活跃生活将对您有益 运动能提升您的灵活度、平衡 以及保持心情愉快 避免剧烈运动 要是累的话,请记得休息 保持乐观的心态 多了解您的病情 与积极参与抗癌疗程计划 不要害怕与您的治疗团队或家人分享您的担忧 长青压抑不良心情 将影响身心健康 最后,我将与您分享在什么情况之下 应该即刻到紧急部门就医 之前的影片可能已经提过某些情况与症状 若您无法记得所有的症状 请不必担心 我们的药剂师将在影片结束后提供您相关的资料 我们已经抵达影片的尾声 感谢您观看以上的影片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 请在看诊时告知您的组织医生 或在化疗室内询问我们的药剂师或护士 您也可以通过诊所提供的联络电话 在办公时间里打电话质询 谢谢